嗨,亲爱的清单控们,欢迎来到我们的清单课程 最近因为一些失事耽误了课程的更新 在这儿向大家致歉,请大家放心 我会在春节之前把这个课程更新完 言归正传,我们进入今天的课程 今天我将告诉大家清单的最后一个类别,流程清单 首先我们来看看什么是流程清单 其实流程清单和检查清单有点类似 一份流程清单和检查清单一样拥有多个条目 只不过流程清单比检查清单多了一个维度 这个维度就是顺序 流程清单不仅需要像检查清单那样 关注清单当中的条目,还关注清单当中的顺序 一般而言,流程清单中的前一个条目 是后一个条目必要的准备项目 我们必须按照设定好的先后顺序 来执行 比如说一份起床的流程清单 先是穿衣服,然后洗脸刷牙 再然后吃早餐 通常而言,这个顺序一旦被个人设定 是不会甚至不能轻易更改的 流程清单与检查清单的另一个区别在于 因为流程清单的属性所决定的 这个类别的清单中拥有的不是物品 而更多的是执行的代办事项 所以我们可以把流程清单理解为代办事项清单 和检查清单的综合体 而且它是讲究清单中条目执行的先后顺序的 那么一份流程清单有什么作用呢? 最显著的作用在于 第一,它可以让我们在面对频繁执行的常规操作的时候 无需再运用大脑的思考资源 我们只需要把事先制定或总结出来的流程清单 拿出来进行对照 就能轻而易举地完成它 而且错误率很低 第二,和检查清单一样 流程清单能够帮助我们检查一个项目 有没有按照预设的流程去执行 以便检查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遗漏或者是疏忽 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 有很多的事情都可以把它总结为流程清单 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流程写下来 并在后期执行同类事物的时候使用 那么这就是一份可用度非常高的流程清单 我们应该怎么来罗列一份有效的流程清单呢? 这并不需要我们学习什么新的方法 因为一些前辈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可靠的实施模型 这个模型就是PDCA循环 PDCA循环是美国质量管理专家 休哈特博士首先提出来的 由代名采纳并宣传获得普及 所以它又被称为代名循环 它首先被运用在质量管理的工作当中 PDCA循环的含义是将质量管理分为四个阶段 也就是计划Plan 执行、Do、Check、检查以及处理Action 我们可以运用这四个步骤来制定一份详细的流程清单 我们先说第一个步骤 计划Plan 当你有一件复杂的任务需要处理的时候 会怎么做呢? 通常大部分的人或许是为了节省时间 也或许是完全没有改善的思维 所以他们通常会拿到一项任务 马上就开始执行 执行到了一定程度 发现少了一些步骤 然后又回过头来处理这些缺少的步骤 这样一来整个流程就是杂乱无章的 而且这也很容易出错 对吧? 怎样才是正确的做法呢? 我们应该在拿到这个复杂任务的时候 先在脑子里模拟一下这个任务执行的过程 过程中需要准备哪些材料 需要完成哪些具体的代办事项 切记是模拟整个流程 也就是说你得把整个任务执行的过程 在脑子里快速的跑一下 从任务执行开始到结束 都需要模拟 之后呢 把大佬模拟时的涉及到的所有的步骤 把它写到一份清单上面 这就是一份流程清单的初稿 有了这份初稿 我们便可以进入第二个环节 执行 在执行的时候呢 我们就拿出这份流程清单的初稿 一步一步的对照者来执行 但是这只是一份初稿呀 而且毛主席不是说实践出真知吗 没错 所以这个时候的流程清单肯定是漏洞百出的 要么流程不对 要么少了一些事项 别急 我们还有PDCA循环的第三步呀 这一步就是check检查 在执行的过程中 如果有任何错误或者需要修正的地方 就在原来的清单初稿上直接进行调整 包括在一些条目当中有值得注意 或者是很容易出错的地方 也写在上面 作为流程清单当中的检查事项 所以当一份复杂任务按照这样的方式 执行完一遍之后 你就能够得到一份完整而且可行性非常高的流程清单 到此呢 一份合格的流程清单正式出炉 当我们再遇到同类型任务的时候 直接拿出这份流程清单进入action环节 至此呢 整个PDCA的循环完成 值得注意的是 在制定流程清单这件事上 我们必须得时刻挠进一个理念 完成好过完美 完美的流程清单是不存在的 无论做到什么程度 它总有值得改善 可以提升的地方 正因为如此 PDCA流程呢 才会被叫做一个循环 我们必须在不断的实践过程当中 不断的去完善一份流程清单 在本次课程的最后呢 再为大家分享两个我自己运用流程清单的案例 第一个案例 去年呢 我们做了一批翻格笔记本 很多同学可能都知道 在拿到制作好的本质之前 我们发起了预售 当时呢 一共有来自200多位小伙伴的300多个订单 总量超过2000多本 小番茄被吓得不轻 我去这么多包裹得发多久呀 我说周末早一天 我们就把它发完 它更不信了 因为这一批订单的数量超过了300单 总共2000多本 更重要的是 这批翻格本有三种不同的规格 有纯翻格的 有康奈尔笔记本 还有黄金三分内页的 每一个订单的规格和数量还都不同 但是我们还是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 把所有的快递发完了 我统计了一下 总共耗时八个小时 其实整整八个小时 大部分呢 都是由我一个人来完成 虽然呢 是第一次发这样大量的快递 但是呢 过程当中没有出现丝毫的混乱 最大的工程 就是我在发货之前 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完成的一件事 我列了一份流程清单 在清单上 我列了一个目标 把配货的错误率控制在4%以内 第一次发大量快递 我并没有追求完美 300%多个订单 也就是最多只有12个订单会出错 然后呢 列出了可能会出现的困难 和可能存在的发货的步骤 下一步 把这个发货的步骤整理出来 制定成流程 最后通过这些思考和梳理 我理出了两个清单 发货的流程清单 以及需要准备的物品检查清单 在流程清单当中 我整理出了整个发货环节中 细小的待办事项 而在物品的检查清单当中 我把需要准备的物品 甚至发货的时候呢 三种规格的笔记本 应该如何摆放 我都做出了规划 最后 我按照这个理定出来的流程 坚守8个小时 完成了发货工作 从这件事中 我们能够读到检查清单 和流程清单的重要性 如果复杂的事情 我们都能够使用清单来简化 这就意味着把复杂的事情变简单 除此之外 我们再说一点题外话 在这个案例中 还能读出哪些重要的思维呢 第一 事前思考 面对一件比较复杂的事情 大多数人都是直接开干 每期明月 节省时间 效率高 但真正的高效 终止是磨刀不误 砍财功 正式开始之前 我们不凡花费一个番茄的时间 设想一下 这件事要达成的目标 可能遇到的问题 并理出需要的物品 检查清单和流程清单 然后对照着这些清单 来准备和执行 这样才能尽量避免 在执行的过程中 手忙脚乱 更重要的是 这样才能更加的高效 第二 思考 才是最重要的工作 我花费了一个番茄时间 完成了规划 并列出了清单 这25分钟 才是对于发货这件事来说 最重要的工作 真正执行的那8个小时 完全就只是体力活 过程中出现的所有问题 都在我的预计之内 甚至货一发完 我就计算出了快递的费用 28法则永远存在 最重要的是用于思考的那20%的时间 剩下的那80%的时间 都只是在搬砖而已 另外第二个案例 前两周 我们做了一个 为期七天的清单思维训练营 因为是第一次 做这样的训练营 所以这一次 我们的目的很明确 最主要的不是其他 就只是摸索出 一套训练营的流程 我希望和我们的运营小姐姐 一起参与到运营过程当中 然后总结出一套 成熟的流程和模式 以后就可以直接复制这样的方法 所以如果按照PDCA流程 训练营开始前 我就和小姐姐一起商量 把预期的流程定了下来 一个为期七天的训练营 我们从如何推广 如何运营到课程的更新 作业的设计 再到结营过后 如何发奖品 这些流程全部都列了下来 在七天过后 我又和小姐姐一起 把训练营当中的流程梳理了一遍 最终呢 形成了这样的一份流程清单 在这份清单中 有一份整体的流程 也就是如果我们要做一次 这样的训练营 大概的步骤应该是怎么样的 然后在训练营当中 每天更新的节奏是什么样的 每天在群里发什么通知等等 全部都记录了下来 而且还把每个流程中的注意事项 也列了出来 我相信只要拿着这份清单 一个初出茅庐的运营新手 也能够轻易的把这个训练营运营下去 现在我们已经分享了清单的三大类别 代办事项清单 检查清单 和流程清单 而在实际的运用过程当中 这三个类别往往是密不可分的 比如这份训练营的清单 从全局上来看 它是一份流程清单 但是流程当中又包含了每天的代办事项清单 在代办事项当中又包含了相关物品 或检查事项的检查清单 在几乎所有的行业中 能够发展到一定规模的公司 一定都是清单的拥顿 只有通过清单 才能够让所有员工更高效 更轻松 更正确的做事 如果我们作为个体 也能够充分运用清单的话 也将体会到清单 为你带来的诸多好处 OK 以上就是我们关于流程清单的课室 到现在为止 我们已经入门了清单这一项重要的原技能 接下来的两个课室 我将告诉大家 如何通过工具来高效的管理清单 OK 我们今天的课室就到这里 我是清单控沙流 大家再见